1、2、1 宜蘭童安庙今天來到台中浮城宮,靜香聯誼 台中市議員鄭公敬還伴桌請客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浮城宮熱鬧的情況吧 台中市東區的浮城宮祭祀神威顯赫的王爺宮 2020年10月22日晚上 浮城宮出現了幾十位遠道而來的貴客 原來是宜蘭縣壯圍鄉童安庙 來浮城宮舉辦靜香交流活動 童安庙表示,因為10月25日就是重陽節 為了能夠表達重陽敬老,幫助弱勢 童安庙每週一到五 免費提供九個桌的美食中餐料理 讓附近社區65歲以上的長者前來品嚐 當地一位料齡碰頭老婆婆 雖然高齡已經93歲 但是身體還相當健壯 手腳靈活,熱心公益 料齡碰頭老婆婆還能親自下廚 製作美食佳肴提供給超過100歲的老爺爺跟長輩們 我也不知道,我早孫跟他走,我下去 人家說要做幾天,好有我走 在家裡就是火蟲蒸啦 讓我閉嘴就對了 做幾天有什麼讓你覺得 不錯啊,我們就有人叫我們來做,有什麼 對,就想說好啊,我們出來比較滾滾滑滑滑 在家裡就點了那麼多,就想說要我比較沒有 她的精神很好 每天都會跟我們講一些,聊一些她以前的事 她以前就很喜歡做一些公益的 然後以前參加農會的公益,一些民間的公益 還有去民眾服務站服務過 那我們就因為有她這樣的精神,所以也傳承下來 我們全家人都在童安廟做義工 跟台中福城公可以說是兄弟廟的童安廟表示 感謝玄天上帝跟王爺公保佑 加上政府以及善心企業的捐款跟幫助 才能讓免費公餐持續到年底 尤其要感謝台中市的善心企業家林耿宏先生 提供了大筆的資金 台中市議員鄭公敬還在東區福城公廣場辦桌請客 表達對他們的感激跟肯定 這個重陽節,這九十三歲的阿嬤做老主持 來這裡傳承,這九十三年在宜蘭和台中的交流 非常密切,非常歡迎我們童安廟可以辦到這麼一年 有意義對他們爭討的事項 帶出來台中和我們台中的鄉親做一個交流 台中市議員鄭公敬表示 他跟台中市福城公宜蘭童安廟結緣超過三十年 宗教可以教化人心,讓他更加懂得慈悲 也希望利用重陽敬老的活動跟機會 讓我們懂得敬老尊賢,社會更加幸福溫馨 記者陳文旭,李家津,台中報導